字幕提供 門窗想圖其實有幾個key 門窗想圖其實它的重點在於這個地方 它是從圖力來的 圖力這邊來的 圖力這邊來的 圖力這裡你可以看到我們 在做這個案子的圖力就會有一個 門窗表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門窗表 簡單的門窗表 這個我們有分兩個細節 門窗表 那這個門窗表你要解決的問題 你要先自己做個表格 所以你看我可以先把這個藏起來 這幾個東西都是抓出來的 都抓出來的 你看抓出來的 那你真正的這個內容 其實是來自於這個表 你得先自己畫出這個內容 你要從key的教進來也沒關係 你要自己畫也可以 反正就是你得先把這個事件弄出來 然後下一個事情就是你的文字 你也得先把你的文字先抓出來 這裡這個東西可能通常都是後面才打上去的 因為編號是後面來的嘛 前面這個東西一定是進來就進來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分成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會導致有不同的結果 然後最後才組成這個 那怎麼把這個東西抓出來呢 在這下面 你剛剛跟我說到鋼筋對不對 鋼筋是不是結構柱或是結構框架結構系統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在裡面真的有用到結構的東西 結構的基礎結構 理論上來講它會出現這東西的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元件 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拉進來 它可能就出現一個小小的東西出現 但不代表你 你要你得先去找一下 因為結構不是我的專長 但它可以出現這個東西 譬如說我找剛柱 我拉進來 拉進來你看它有平面圖對不對 那你同時你可以把這個 往上拉動一下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立面圖 有沒有 高層前 有看到嗎 然後你還可以把它往下走 譬如說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 這個 左邊的側面圖 有看到這個差別嗎 這個 好像是在圖粒的竹子 這樣才可以這樣圖 對對對 就是它是圖粒 然後你必須要先找到這個你的族群 族群是你的這個結構 或是任何的族群 只要是族群就可以 族群只要它有平立面 它就可以拉出東西來 所以你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所以現在就可以稍微理解 老實說根本沒有什麼所謂的限制 因為物件導向的東西就是這樣 它就是有它就存在 它會被分類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它就可以叫出來 那叫出來之後 你當然自然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叫出來 譬如說你看我要一個窗戶 我們再來找窗戶好了 窗戶 那當然你也先搞清楚你自己的編號 不然你拉出來你也找不到對不對 所以你的命名是不是一開始就很重要 你必須要把自己命名命的很重要 然後再把這個都拉出來 所以譬如說你看這個雙開裝打開的這一段 拉出來了 這平面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按住Ctrl複製它 然後把它變成立面 它就多了一個立面 所以你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這個是平立面的 那就把它拉在一起 如果你像這個只有平立面的 那就直接拉過去 就解決了 那接下來就是你自己設定的這種高層 假設我在這地方 我在往後拉一個我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想要去延伸這個東西 我通常怎麼做 我是不是已經做了一個東西了 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把這一段Copy Pounds 過去 然後通常我們在設這東西 我都會設個群組 好讓我這個東西 可以有機會被延伸的時候 一起拉動 不然我拉動很辛苦 就把這個拉過來 好啦這樣就有了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去找了 因為你這個高層 你在做的時候 圖力它是沒有高層的 它不知道你多高 所以你自己也得去找 這個編號是多少 然後高層是怎麼樣 然後重新去編 那你看喔 有個最棒的地方不是在這裡 最棒的地方是 你都以為你要重來對不對 不用喔 你看 這個是不是你知道是 這個W12了 直接點一下這個東西 找一下你的W12 直接點一下 它就轉換了 而且標註自己重來 看到了嗎 嗯 最方便在這裡 然後直接調整一下 就解決了 那當然就是要改變一下那邊號 這樣就克服了 所以並不用以為你全部都要重拉 你只要做好一個 接下來就重複應用 這是很方便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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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音樂 做個音樂 做個音樂